签入式Linux一用开发完全手册视频教程 第一课 签入式Linux开发环境的搭建及使用 还有一些签入式编程基础知识 这一课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安装一个Ubuntu Linux 第二,安装Windows下面的配套开发工具 第三,Linux的一些基本操作 第四,我们要对比一下Windows下面和Linux下面开发程序的差别 首先来讲第一个 我们要进行签入式Linux开发的时候 肯定得有一个Linux主机 我们可以用虚拟机 在虚拟机上安装Ubuntu Linux 对于这个安装Ubuntu Linux 可以按照书或者配套开发板光板上面都有说明来做 也可以使用在开发板的光板上面已经做好的一个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的目录在这里 配套开发板光板 Linux的VM配套目录下面有个Ubuntu 9.10 你把它拷贝到你们的主机上面 Windows主机上面 这功能很大,我就不考了 这个我已经考好的 然后打开虚拟机 这是虚拟机转件 这打开了挺久的 然后用这个Open 打开现成的西已有的工程 打开完之后 START 就可以启动这个虚拟机了 这个就是模拟的一台主机 里面安装的是Ubuntu 9.10的超越系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启动界面跟真正的主机启动界面是一样的 好,在启动过程中我们来开始下一步 我们之所以需要Linux主机是因为我们得在Linux上面编译 这些Ubuntu内核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在Vinux下面来查看编辑这些原代码 在Linux下面有很多好的工具 比如说有一个Source Insight Source Insight是目前我用过的最好的原码编辑和原码查看的工具 这几个应用程序呢 这几个工具 在光盘上都有 光盘上面的Windows目录下面有个Tool 里面有Source Insight Secure CRT 还有FTP 还有东西TFTP Boot Source Insight用来查看原代码 那么Secure CRT是干什么的 那是远程登录Linux主机的 在公司里面做开发的时候 不可能说原码给你配一台Linux主机 一般来说Linux主机是一台服务器 很多人一二十个人就会登录到它上面去 那么我们用什么工具来登录呢 就是用一些Secure CRT 这是一个很好的远程登录工具 它支持很多种协议 SSH Telnet 还有Tronco 我们在Windows下面编辑好了程序之后 这些程序怎么上传到服务器上去呢 一般来说可以用文件传输工具 CuteFTP 对于第四个工具是TFTP Boot 它是在Windows上面搭建一个 TFTP这个服务器 是在Uboot上面用的 在Uboot上面执行TFTP命令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从Windows上面下载程序 下载到开发版上面 好了 我们这虚拟机已经启动完毕 我们登录 这个虚拟机的用物名是Book 密码是123456 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先看一下用Source Insight 想用Source Insight来查看原代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启动Source Insight 假设说我们想查看Uboot的代码 我们Uboot的目录在这里 好这是我们的Uboot 我们在Uboot的目录上面建一个目录 Si表示Source Insight 这目录干嘛了 用来存放Source Insight 生成临时生成的一些文件 然后我们建一个Source Insight的工程 New Project 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加进这个工程里面去 但是我们的Uboot支持很多种CPU 支持很多种单板 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同名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LibArm目录下面有个board 有个board.c 同样的道理 在LibAVR32下面肯定也会有一个board.c 那么我们肯定不希望有那么多 我用不着的文件在这个工程里面出现 那我们可以先这样 先把这些文件 所有的文件全部加进去 然后再从头到从头开始把它删掉 比如说我们board 从名字上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单板 那么board目录下面肯定会有很多单板 那我们先把这个board目录给LibArm 我们再往下看 CPU目录从这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 肯定会有很多种CPU 那么我们先把它去掉 然后再进去查看一下我们需要哪些东西 我们的开发板是三星的2440 它属于Arm920T的架构 它看来这里有Arm11 Arm7 Arm920 Arm925 那么显然我们的Arm920T需要把它加进去 Arm920T像里面会有这些东西 这跟目录下面的一般都是通用的 然后看一下 这个Atmel的显然我们不关心它 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三星的24X0 进去 把它们全部加进去 好 CPU目录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Arm9一直往下看 好 其他目录我们就不需要了 回到上一只目录 board common CPU Disk Driver examble 好 我们再看一下include目录 include目录里面 我们进去看了一下 发现有很多asm开头的这些目录 有asmarm 有asmavr 有asmi36 从名字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是Arm架构相关的头文件 这是avr相关的头文件 那显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我们先把include目录 给整个删除 lemov去 然后再进去 顶层的目录一般来说都是通用的 那我们先把顶层的 顶层的文件一般来说是通用的 我们先把这顶层的文件加进去 再来处理这些子目录 我们进去asmarm 同一个 同是arm架构 下面还有什么arm11 arm7 arm9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关心的是有哪些 arm11不是 arm7也不是 925也不是 一直往下找 这里看到一个arc s3c24x0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把这个文件加进去 再往下看 有plugarmv 这是armv几令级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好 这也是asmarm目录下面的顶层的这些文件 应该是通用的 全部加进去 好 include目录的asmarm我们已经搞定 再往下看一下 往下来看 这个ledbug 这不知道什么东西 无所谓 把它加进去 config 这配置 显然 对每种配置 显然说 对不同的开发板 对不同的cpu 显然会有一个不同的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的配置文件是哪一个呢 是120个24x0 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通用的了 我们把它全部加进去 include目录下面的后面的几个目录 add去 好 include目录已经被我们分析完毕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还得来看到lib目录 我们lib目录里面有libarm libavr 显然这些东西 我们只关心arm 好 我们先把所有的都去掉吧 它这个libgenic 这个不要去 这个一般来说是通用的东西 genic 这个就是通用的意思 好 我们进入libarm libarm目录下面呢 显然是一些 把它全部加进去 好 完毕 我们再往下看 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通用的 这si是刚才我们建的就不用管了 好 再把它 再把这几个目录加进去 这tools 从这名字上看 那就是工具的意思 显然应该是跟我们 又不能没什么关系 我们暂且先不加它 这个我们已经刚才已经加过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加了 好 这工程已经建立完毕 然后同步一下 所谓同步就是生成这些检索结构啊 就这样我们查找 查找这些原文件 查找函数 查找变量 就会更加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oard.c 以后等我们分进u-boot的时候知道 这个star-arm-boot 这个函数是第一个 第一个c函数 我们来大概来看一下 怎么操作这个硕士insight 我们把鼠标放在一个函数上面 在底下就出现了它这个函数定义的地方 我们按住ctrl键 然后用鼠标点击这个函数 就会出来 这个是multiple location 这个函数在哪些地方有定义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board100ask24x0目录下面 有个flash.c 或者在这个tool目录下面 有个update flash.hubware.c 还有一个drive目录下面 有个cfi flash.c 我们点击进去 就可以看见这函数的生命 函数的实现 按elter加逗号 就可以回退到上一个界面 我们再选一个函数 对于这个函数 比如对于这种 只有一个地方定义的函数 它在下面就直接把它列出来了 我们可以在下面双击 或者一样的 在上面这个窗口 按住ctrl键 用鼠标点一下这个函数 它就会跳到它的定义的地方 对于变量也是可以这么操作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变量 按住ctrl键 点一下这个变量 它直接就 就找出了它定义的地方 实际上发展到现在 这个linux发展到现在 它的可用性也是很强了 我之所以一直都没有 抛弃windows 主要是因为windows下面 这些工具确实是很有用的 确实很好用 我们这个第一个工具已经介绍完毕 再看一下第二个 远程登录工具 还有窗口工具 是QCRT 我们刚才说过 一般在公司里面 都是大家共用一台服务器 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去服务器那里操作 一般怎么办呢 都是远程登录过去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Ubuntu的IP是多少 在这个application下面 有个附件 terminal 执行一下ifconfig 也发现它没有设置什么IP 那我们给它配一个IP 这个IP怎么配呢 我们用的是虚拟机 虚拟机里面的IP和windows下面的IP 应该处于同一个网段 我们先看一下Windows的IP是多少 在Windows下面查找看见IP的命令是ipconfigure Linux下面是ifconfigure 192168.1.7 那好 我们随便起一个好了 用shutu ifconfigure ethnet1 这ethnet1 为什么是ethnet1 是我们用ifconfigure 这命令来看一下 它有哪些网卡 这个iethnet1 我们随便给它一个IP 192.168.1.17 密码是12356 好 看一下能不能拼得通 按我们的windows 好 可以拼通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 使用虚拟机的时候 想让windows和这个虚拟机能够互通 第一 windows和这个虚拟机的IP要属于同一个网段 第二 这个虚拟机的设置里面呢 这个网卡 首先这里得有网卡 第二 这里得让它连接上去 第三 用桥接方式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了 这个虚拟机的IP是192.168.1.17 也不是我们自己给它设的 我们现在想远程登录上去怎么做 要用到我们的第二个工具 远程登录工具 Secure CRT 这个已经安装好了 这是以前我做好的链接 先把它删掉 现在重新来跟 重新示范一下 怎么创建这些链接 Quick Connect 我们选用的是SSH2 主机名是192.168.1.17 用户名是Book 然后连接 这里提示输入密码 123456 这就可以登录了 在这里面执行LS命令 和在真正的Linux服务器上面 执行LS命令是一样的 两边完全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 不去管这个虚拟机了 把它打开后就好 然后用远程公路 远程登录工具来操作它 这个Secure CRT 不仅仅能够支持远程登录 它还可以支持窜口 这个比Windows下面自带的超级终端 好用1000倍 来建一个窜口 我们首先看一下是哪一个窜口 我这边用的是USB转窜口 COME 7 New Section 名字随便写 COME 7 115200 协议是创悬流 流控去掉 Pod选COME 7 Botly 115200 点OK 点连接 它就可以连接上了 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就是远程登录工具 窜口工具 我们在公司里面 一般来说是 只有一台虚拟机 只有一台Windows服务器 然后大家都是远程登录上去 大家都是在本地 在自己的Windows机器上面写程序 那写好程序之后 这程序怎么上传到 Linux服务器上去呢 一般来说可以用这个FTP 传输工具 来示范一下 Q的FP启动力 192.168.1.1.17 用户名 Book 密码 连接 这就可以登录上去了 我们在Worker目录下面建一个目录 这叫Video Examble 视频的例子 我们光盘上面 开发版的光盘上面 视频目录下面有例子 下面有很多L 有一个LEDs 可以把它直接拖过去 拖过去 或者拖过来 就可以跟Linux主机进行文件的上传的下载 我们把这个目录复制下来 看一下 CD进去 LS 这东西就在我们这里了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 就编译一大堆东西 清除掉 第四个工具 TFTP boot 在我们讲解U boot的时候 再来介绍它 现在进行到第三点 Linux的基本操作 其实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在里面进行的一些操作 第一点 启动中端远程登录 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可以进行多个登录 再登录一次 再来一次 我们一直说我们希望在 我倾向于 应该说是我自己 我倾向于在Windows下面来编辑 查看原码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人就喜欢在Linux上面来编辑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VI命令 也可以用Gedit的一个图形化的工具 这VI命令的使用方法呢 可以在Google上搜 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想修改一下这个LEDs下面的某个文件 VI-make-fi ABC 大家方法 网上有很多介绍 这里就不浪费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我自己 我说我们不习惯于用VI命令 那怎么办 有没有一些图形化的工具来使用 当然有 我们可以有一图 既然是图形化 那就不能远程登录了 那我们看一下 先到刚才我们那个例子那里去 我们想修改这个原文件 怎么办 右键点击它 有第一个Open with gedit 跟一般的记事本没什么差别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 你看Ubuntu发展得很好 现在跟Windows上面一些操作 已经很相像了 大家对它不要有什么畏惧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IFConfig 网卡相关的这些命令 我们一开始之后 我们这个视频里面 一开始其实已经用到了这个命令 那大家来跟大家看一下 IFConfig命令 这些执行是用来查看的意思 查看 好 我现在想修改 想把这个网卡的IP重新修改一下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网卡是ethnet1 我们想把它 我们原来的IP是17 我们现在想把它改成19 那怎么做 就这么做 should do ifConfig ethnet1 你是配置哪个网卡 后面是它的IP 为什么加速度 是因为一般用户是没有权限来修改这些网卡的 加上速度就是让你变成管理员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should do ifConfig ethnet1 192 168.1.19 再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是1.17 我一旦设置成1.19之后 这个远程登录就会失效 那现在已经没办法操作了 在键盘上随便按的都没有任何反应 那怎么办 然后重新去登录它 这里再做一个连接 copy past 反正登录不上去 怎么办 肯定是拼不通的 拼一下 192.168.1.19 果然拼不到 我们看一下原因在哪里 现在没办法 我们只能够灯 能从桌面进去看一下了 ifconfig 这里是1.19 为什么拼不通 我来试一下 我再拼一下 windows主机 拼不通 拼不通的时候 就得用到后面的命令了 先把这个网卡 网卡关一下 然后再开一下 直到ifconfig 关闭网卡 要再打开启动网卡 再查看一下 IP又没了 我们还得再设一下IP 现在来重新拼一下 还是屏不动 这可能是虚拟机的一些差异了 我们只能够再次去关闭启动它 我们只能够再设一下 现在可以评通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里可以连接上去 这就是网卡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再次看到第四个命令 有File和Gloop 在Linux下面查找文件的效率远远超过Windows 如果你想查一个名为A.C的文件 那怎么查呢 有File-NameA.C 如果你想在当前目录下面搜索一个文件 搜索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含有A.B.C 含有A.B.C字样的文件 那怎么办呢 Gloop 双引号 A.B.C 这有空格 空格 然后星 星表示所有文件 然后-N 表示 会把这个文件的哪一行给你列出来 R是指地规 就是说 当前目录下面 所有的文件 指文件 指文件夹里面都会找 这个经常会和Source Insight的配合来使用 因为Source Insight虽然说 查看代码很方便 但实际上它在搜索一个代码的时候 效率并没有Linux下面高 第五 第五就是这些命令了 CD RM Make Delight CD 显然就是改变目录 比如我到根目录下面去 到Work目录下面去 RM是删除命令 删除一个文件的时候 直接RM 比如A.C就可以 删除目录呢 就得加上一个-RF 还有目录名 -R 表示地规删除 F 表示强制删除 所以删除目录就是 RM-RF 后面是目录名 想创建一个目录怎么办呢 就是Make Delight Make Delight ABCD 查看一下 LS LS是查看命令 大家看到就是ABCD 想删除ABCD怎么办 RM-RF ABCD OK 第三点我们已经粗略的讲完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节的重点 就是在Windows下面和Linux下面程序开发的区别 我们首先用VC来写一个简单的Hello程序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Hello程序 然后我们改一下 然后我们改一下Hello 那么想编译 这就编辑了 就在这里编辑 然后想编译 直接点某个按钮 想运行 也是点某个按钮 想加一个文件 怎么办 怎么加 先新建一个文件 好 把它存为A.CPP 然后把这A.CPP加入工程 然后再想在Mate函数里面调用它 这就是编辑 编辑好了之后 编译 反正有个错误 想要得 这VC的东西的要求 得加上这么一个头文件 再编译一次 成功 执行 这就是在Windows下面开发一个最简单的主机程序的例子 那我们想在Linux下面进行同样 想写这么一个同样的程序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 倾向于在Windows下面编辑原代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工程关掉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也是Hello.c 这Hello.c的原代码 我们直接拷过来就好了 要保存 保存到哪里 我们在E盘下面建一个Video Yumble目录 好 我们再建一个A.c 好了 这两个程序原代码已经编辑好了 那怎么编译它呢 怎么执行它呢 好 另一个程序得在Linux环境下面编译 我们建一个 我们这个IP改了 我们得重新登录 那它比较慢 我们还在Worker目录下面 有个Video 我们把这个Hello拉过去 在进一步的操作前 我们先总结一下 第一 Windows下面开发程序 有哪三开发程序 A.编辑 B.编译 C.执行 这三部分 我们都是在VC里面完成的 即任何一个程序 都会有这三个部分的东西 怎么编辑 我们说过 我们可以在Windows下面编辑 编辑好之后 再上传到服务器上去 也可以在Linux下面编辑 其实Linux下面也有很多好用的工具 只不过我们不习 只不过我们不习惯而已 我们在书里讲的是 就是在Vinux下面编辑 然后上传 那边编辑 怎么编辑 这边编辑的时候 这边只是按钮 按某个按钮 那我们这里就得用命令行 好 我们来示例一下 我们到Hello 目录下面去 想编译 好 我们看一下 GCC-O Hello Hello.c A.c 这就可以编辑成功了 用LS目录看 这个Hello就是我们新生产的可执行程序 这个命令行是什么东西 GCC-O Hello Hello.c A.c 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 在Windows下面执行 也是点一个按钮 这里执行怎么行 在Linux下面怎么执行 也是一样 得用命令行 点表示当前目录 输入这个命令回车 它就执行当前目录下面的这个Hello程序 这就是它们的差别 实际上在Linux上面 也是有很多 像VC一样 要达到像VC 这种效果的工具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 做签译性Linux开发的时候 更多的用命令行 大家不要被这些命令给吓坏了 实际上我们等会会说到 说MakeFile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在MakeFile 我们写了一个MakeFile之后 直接执行一个Make 这个命令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些编译工作了 好了 这次我们先粗浅地说一下这些差别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对于嵌式开发的时候 在Vinux下面 和Linux下面 有哪些差别 这里是主机开发差别 我们下一步要讲的是开发 嵌入式程序 我们在Vinux下面 常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 是ADS 光满上有一个例子 就是ADS的工程 配套卡网光板 下面有一个视频例子 LEDS 这LEDS就是个 这是Linux的工程 我们看一下一个ADS的工程 ADS ARM Project ADS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个界面是ADS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 一样的跟VC差不多 编辑 都可以在这个工具里面编辑 编译 直接执行某个命令 Make 它就给你自动编译了 清除 然后再次编译 这有一大堆东西 都通过点点按钮 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们先把它列出来 看看在嵌入式另一个什么 对于嵌入式开发 需要哪些东西 我们先讲ADS 它涉及这几个部分 第一 编辑原码 第二 编译 第三 执行 编译跟Windows有点差别 第一 它得有一个 指定链接地址 指定链接顺序 还有第二点 才是真正的编译 我们看一下 编辑就很简单了 在这个工具 这些记事本 什么都可以编辑 对于这点 链接地址 链接顺序 怎么办 也是在某个按钮里面 有些选项 比如有我们armlink output里面 在ADS上面 有三种方式 比如中间这个虚模方式 直接指定 只读地址 还有Lite地址 也可以使用某个文件来指定 这里就可以选择某个 你这里写某个文件 好了 指定链接地址 指定链接地址 就是这么一回事 output里面 指定 RORW 这些地址 链接顺序呢 在Liteout里面 Liteout里面 大家看一下 Liteout里面就是说 place of beginning 你编译出来这个可执行程序 一开始的时候 是放哪一个文件的哪一段 它这里面放的是 这个CRT0.O 这个文件里面的 init段 那显然这个文件是来源于 这个汇编程序 这个汇编程序里面的init段 放在最前面 这个汇编程序里面 有一个init段 这就是 这个单面积程序 上电之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 我们说到这个编译 刚才看见了 只要点一下按钮就可以 执行 执行 那就跟Windows不一样 Windows主机程序就不一样了 稍写 到单板 再执行 再启动 就重新上下电 或者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Windows下面怎么做 在 说错了 在Linux下面怎么做 这些东西都跑不掉的 编辑 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Windows下面编辑 然后上传 那编译呢 指定链接地址 其实在ADS里面 更复杂的时候 它是用一个文件 叫做闪列文件 用这个文件来指定它的链接地址 我们在Windows下面 在Linux下面也有同样的办法 一个叫做链接脚本 这里指定地址 指定顺序 怎么做 就是你用命令行 来链接程序的时候 那排列的顺序 就是链接的顺序 这怎么编译呢 显然也是用命令行来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在一个make file里面 然后执行 make命令就可以了 好 第三步 一样的 也要烧到 对于签译式开发来说 都得烧到开发板上去 烧到开发板 然后启动 主要的 应该说主要差别 就在这第二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在Windows下面用ADS 编译的例子 我们已经看到过 我们来看一下 在Linux下面 怎么来编译 好 我们把光板上面 VideoInRumble里面的LEDS 已经拉过去了 我们去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我们先在Windows下面看吧 原文件 原文件 还有这个链接脚本 还有个make file 先把两个打开 好了 这个点等于零就表示 当前地址为零 就从零地址开始排放 排放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 test代码 接下来是只读数据段 再往下是data 还有bss 这个星表示所有文件 这里说的所有文件 显然就是 这里只涉及两个原文件 crt0.s leds.c 这两个文件 的代码段 只读数据段 数据段 bs 还有common段 那我们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链接脚本 用来指定这个链接地址 那链接顺序呢 从ads我们就知道 首先执行的应该是 crt0.s里面的这么一些指令 也就是说 这些指令 是放在 编译出来的 可执行程序的开始 这里只指定了 链接地址 还没有指定链接顺序 那显然链接顺序 得看makefine 这一条 就是链接 链接命令 led令的 -t 后面就是 这个加上的 就是我们的链接脚本 就依照这个链接脚本的链接 后面排的就是 crt0.o leds.o 看一下 这个crt0.o 放在最前面 leds.o 放在后面 那就表示了 链接的时候 首先排放的是 crt0.o的代码段 接着排放 leds.o的代码段 紧接下来是 crt0.o的 指读数据段 然后再放 leds的 指读数据段 就依次这么排下来 这些命令 你可以一个一个来执行 也可以直接输入一个make 就可以了 这就是生成了 我们的leds.bin leds.elf 这些东西 回到我们的笔记 这烧写 我们下一节课才会说到烧写 好 接下来 我们这里 我们介绍这些例子的时候 引入了makefile makefile是什么东西 我们首先看一下 windows下面的东西 首先我们在windows下面 第一 在windows下面 编译程序怎么办 点一个按钮 那第二 那在leno下面呢 那得用命令行 像我们的那个嵌入式程序 如果让你每边一次都收入那么一二三四五五个命令 估计效率会很低 你也会崩溃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这些命令写入一个文件 到时候执行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那就是makefile引入的一个目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makefile的规则 这些命令 写入一个文件 然后执行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东西 就是makefile makefile很简单 makefile的基本的核心是规则 它规则就是目标 冒号 依赖 可以有多个依赖 那就空格 这依赖2 这依赖1 还有这里 按一个tab键 键盘上的tab键 这些命令 它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下这个例子 我们看下这个hello程序 在hello程序我们的目标是想生成 想生成一个hello这个应用程序 它依赖于hello.c a.c 那用什么命令来生成呢 用gcc hel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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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命令 这个就是依赖1 这就是依赖2 这个就是目标 这就是依赖1 这就是依赖1 这个依赖1 我來看一下 那么那个命令能够执行的条件是什么 能被执行的条件 有两个条件 第一目标不存在 也就是还没有目标这个文件 第二依赖以更新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才写的那个 刚才写的那个依赖 刚才写的那个makefile 比如说这里有 hello hello.c a.c gcc-o hello hello.c a.c 这个命令什么时候能够被执行 条件是 1 没有hello 这个文件 第二 或者 hel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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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更新了 所以更新了就是修改了 这是很有道理的 大家想象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目的想生成 hello这个可执行程序 那么一开始 你没有这个程序的时候 那显然这些命令应该被执行 好 你已经执行过了 好 我修改了原代码 那么我想去再次 你修改了原代码之后 显然你肯定会想着 再次生成这个目标 再次生成这个hello程序 那么这个命令也应该被执行 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满足这些东西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写一个makefile 这是原来我们用手动来 手动来做的 我们先把hello给删掉 以前我们是这么做 gc-o hello.c a.c 以前我们是这么做的 我们要写makefile 好 我们先写一个makefile 目标是hello 帽号 hello hello.c a.c a.c type键 gc-o hello hello.c a.c 这就是一个makefile 现在把它写到服务器上去 vi makefile 怎么调用这个makefile呢 就在当节目录下面 执行make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两个条件之一 一开始没有这个hello程序 所以说执行make的时候 他就申请了这个hello 再执行一个make 他就告诉你hello程序已经是最新的了 以后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满足 所以说他没有再去执行那个命令 那我们现在来修改一下hello.c 那么第二个条件应该满足 我们再执行make 他就会去执行一次 那这个makefile还能不能再改进呢 是可以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windows 比如说我们现在windows下面 这程序 我们点一下编译编译编译 他都没有再去进行编译 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a.c 保存 来编译一下 他就会说什么呢 compile 他就会编译a.cpp 然后链接 然后我们再去改一下hello.cpp 大家看到没有 你改哪个文件 他只会去编译哪个文件 最后再把它链接起来 也就是说编译和链接 它是分开来的 那么显然我们这个makefile 也可以修改一下 我们这个命令 是把编译和链接放一块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怎么改 也把它编译和链接分开来 我们要这个hello程序 依赖于hello.o 依赖于a.o 那hello.o 依赖于什么 hello.c 再加上一个-c -c就是指编译不链接 同样的道理 对于a.o 也有 把他拷过去 我们来编译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hello给删掉 make 他就会执行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makefile 我们执行这个make的时候 他就会根据这个makefile的动作 来执行这些命令 那这个makefile的内容是这样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执行make的时候 他的目的就想生成 第一个目标 他想生成这个hello 那么 一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hello.o 也没有a.o 那怎么办 那他就得 你要想生成hello 那你就得先生成的他依赖 他就以这个hello.o 为名 查找这个规则 看看有没有一些规则 匹配他 他发现有一条规则 hello.o hello.o 依赖于hello.c 所以说 hello.o 事先并不存在 那么满足了我们说的第一个条件 目标不存在 那么他就会执行这条命令 生成hello.o 同样的道理对于a.o 想生成hello程序 他依赖于a.o a.o 并不存在 那么他就会往下面找一下规则 a.o在这里 a.o 依赖于a.c 他就会执行这条命令 来生成hello.o 好了 回到这条规则 这几条规则 hello.o和a.o 都已经就绪 那么就会执行这条命令 来生成hello程序 那首先 gcc 编译 hello.c 编译不链接 这里 编译a.c 编译不链接 最后把它们链接在一块 那这里生成了hello程序 hello.o程序 a.o程序 好 我们现在单独来修改 hello.c 我们hello.c 改变了 我们来make一下 原来是三条命令 现在hello.c 改变了 那就只编译 只编译hello.c 最后把它们链接在一块 a.c 那就没有再次去编译 再分析一下makefile 首先 我们目标是想生成hello程序 hello 依赖于hello.o hello.o 依赖于hello.c 他发现hello.c 已经更新了 那么他就得重新生成hello.o 好 a.o 依赖于a.c a.c 并没有更新 所以说这条命令 不会执行 他只会先把hello.c 编译一下 然后把它链接 他就会执行这两个命令 这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像linux内核 有成千上万个文件 你不可能一次去 每编译一次 都把所有的文件 全部都给编译一次 只能是哪个文件修改过 那么再去 哪个文件修改过 就去编译它 最后再去链接它们 尤其是makefile makefile的规则很简单 makefile规则很简单 但是它用到的其他函数 用到语法 还是挺复杂的 在光板上面 有一些文档 在教程设计的资料里面 有个gnu 里面有个makefile 里面介绍得很清楚 好了 我们再来讲讲最后一部分 GCC选项 刚刚我们知道了 -C是编译不链接 我们的makefile里面有-C 编译不链接 GCC是编译出来的程序 是主机的程序 ARM-Linux GCC 编译出来的是 开发板上运行的程序 这有GCC 编译不链接 编译不链接 后面还有什么LD LD LD 命令 ARM-Linux 这等等的东西 这东西在教程上面都有所介绍 这个就不浪费时间来说了 或者我们 以后我们说到的时候 再来详细的注释一下 说到那具体的例子的时候 好 回过头来 我们的makefile还可以再改进 这刚才忘记说了 大家看一下 这几个文件都很相似 那么能不能写成一个通配符的形式呢 可以的 就这样写 百分号点C 点O 依赖于百分号点C 然后GCC -O 这个目标可以用 这个$ 来表示 -C 第一个依赖 可以用 $ 左肩过号来表示 那么这两条命令 这两条规则就可以删掉 那么这个能不能改一样的 $ 那这两个依赖用什么来表示呢 用$ 上间括号 那我们想清除程序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再建立一个 clean 这一个虚拟的 这个目标不存在clean这个文件的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目标 里面只行RM 新点O Hello 这就一个更简洁的makefile 我们只行make 他说hello已经是最新的了 我们LS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有两个点O 一个hello程序 我们make clean 发现没有东西了 我们直接执行make的时候 它就相当 它的目的 就是想编译出 第一个规则的目标 在这个文件里面的就是 想编译出hello程序 我们当然也可以自己指定目标 就像我们的make clean make clean 那clean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虚拟的东西 它就会 这条命令肯定会执行RM 我们只要执行make clean 它肯定会执行这条命令 就是删除文件 好 第一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么些 员